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岁之内就已经完成了十多次疫苗的接种 那您是不是经常有疑问 什么是疫苗 为什么健康人群要接种疫苗 为什么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疫苗的接种 接种疫苗有风险吗 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有的儿童因为接种了疫苗 而出现了不良反应 且先年的假疫苗问题 也让人们对疫苗的使用存在诸多疑虑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下疫苗在人类和感染性疾病抗争过程中的巨大贡献 首先什么是疫苗呢 疫苗它是一种生物制剂 可以有计划的 有目的的用于人工主动免疫 从而预防或者是治疗某些疾病 什么样的疾病呢 就是病原微生物感染所导致的疾病 疫苗可以刺激机体的免疫系统对某种病原微生物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 时刻准备着来应对这些微生物的感染 这是疫苗的制备原则 安全有效使用 我们看安全性是放在第一位的 因为疫苗的应用人群都是健康人群 特别是儿童 预防接种的目的就是为了预防疾病 从而获得更健康的生活 因此疫苗的质量不能出问题 疫苗的使用过程也不能出问题 而有效性指的是 疫苗可以诱导产生可靠的保护性免疫 疫苗的实用性包括联合作用 使用方便 易于保存和运输 价格低廉等 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对病原微生物的应答是有记忆的 在初次免疫应答以后 就可以留下一些特异性的免疫细胞长期存活下来 当机体具有相同抗原再次入侵的时候 这些记忆性的细胞就会迅速的活化 分化增殖 从而能够借导出比初次免疫达更迅速更强大的再次免疫达 而疫苗的作用就是人们利用免疫系统这个特征 对免疫系统进行的一个主动训练的过程 疫苗主要是由抗原和左剂两部分组成 抗原是被免疫系统识别和应答的病原体的组分 能够诱导我们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对病原微生物的特异性的免疫达 而左剂呢不具备抗原的特异性 但是它们能够增强抗原对免疫系统的刺激 从而激活更强烈的免疫达反应 疫苗的接种能够使得免疫系统顺利认识疫苗所携带的病原微生物的抗原 从而呢可以诱导机体产生高效的特异性的免疫达 也就是火化的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 进而呀可以诱导免疫系统产生足够的记忆细胞 这就好像让士兵们在战斗的发生之前 去清楚的记住敌人的特征和消灭敌人的有效方法 这样呢当病原微生物再次感染机体的时候 我们的机体免疫系统呀就能够快速的做出阴答 将病原微生物的感染消灭在萌芽状态 现在我们来看看疫苗的辉煌战绩 英国医生爱德华·詹娜发明的对抗天花的牛豆疫苗 这使得天花这种让人闻之丧胆的疾病 目前已经在地球上被完全的消灭了 而脊髓灰脂炎病毒的疫苗包括死疫苗和解毒活疫苗 它的接种使得全球的小儿麻痹症发病率在逐年下降 人类已经看到了根除这种疾病的机会 2000年的10月份 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 宣布成为五脊髓灰脂炎区域 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五脊髓灰脂炎的目标 而病毒性肝炎是肝炎病毒感染以后引起的 以肝脏损伤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疾病 报告显示2015年病毒性肝炎造成全世界130万人死亡 而目前已经应用的肝炎疫苗有 甲型肝炎疫苗 乙型肝炎疫苗和物型肝炎疫苗 前两类都是一类疫苗 也就是政府免费提供接种的疫苗 而物肝疫苗属于二类疫苗 也就是自费疫苗 HPV 人乳头流状病毒 Human Papilloma Virus 这种病毒可以入侵皮肤引起寻常优 扁平优 俗称猴子 也可以侵犯生殖黏膜 引起尖锐失忧 这种病毒之所以得到了高度的重视 是因为高V型的HPV病毒能够持续感染 从而造成宫颈癌 外因阴道癌 肛门癌和头颈癌等恶性肿瘤 现在HPV疫苗接种以后 就可以刺激我们机器的免疫系统 产生保护性抗体 这种抗体存在于人的体验当中 当HPV病毒一旦出现 抗体就会立即发挥作用 阻止HPV病毒的感染 从而可以达到预防HPV感染的目的 因此HPV疫苗不仅可以预防病毒的感染 也可以预防和HPV感染相关的肿瘤 特别是女性的宫颈癌 作为首个癌症疫苗 被称为人类抗癌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此外 其他广泛使用的疫苗 可以预防狂犬病 流感 手足口病 麻疹 三线炎等等 这都降低了这些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这些疫苗的发明也凝聚了无数的微生物学家的心血 正是他们弃而不舍努力的结果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英国医生艾德华·詹纳 面对当时欧洲天花肆虐的现象 他通过观察发现感染过牛豆的人很少会换天花 1796年 第一针针对天花的牛豆疫苗问世了 詹纳由此被誉为疫苗之父 为了宣传疫苗以其预防接种的概念 发明了探举疫苗的法国科学家巴斯德 使用两组各25只绵羊来进行了公开的对比试验 结果发现注射了探举疫苗的绵羊全部从活 而没有注射探举疫苗的绵羊则全部死亡 这让人们开始接受接种疫苗可以预防感染的做法 此外他还研制出了对抗狂犬病的解毒活疫苗 我们国家的杜方舟教授 为了脊髓灰指炎疫苗的研制 义无反顾地举家从北京迁往了远在空明的 疫苗研发生产基地 为了业症挤灰活疫苗的效果和安全性 在得到卫生部批种后 他自己和挤灰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首先服用 然后给十几个同事的孩子们示服 这为我们国家消灭该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所以被誉为我国的脊髓灰指炎疫苗致富 历史上脊髓灰指炎导致的小儿麻痹症 曾是控扰人类的一大顽疾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留下永远的残疾 1953年 美国科学家Jonas·索尔克 他也就出了相关的疫苗 刚开始的时候 专家们都怀疑 为此他只好在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身上做事业 从1954年开始 美国有近200万的儿童参与了实业 一年以后 疫苗被宣布为安全有效 为了推广应用 他没有申请专利 还说难道你要为太阳申请专利吗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疫苗的局限性 人类的发展史 也是与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斗争史 人们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认知 总要经历一个从陌生 有所了解 认识 到逐步学会预防和控制该病的过程 虽然人类已经研制出了许多针对微生物的疫苗 但是 由于诸多的原因 疫苗的接种 仍然有待全球覆盖 针对艾滋病 艾波拉出血热等疾病的重要疫苗 仍然在研究当中 比如 经常有人会问 接种了疫苗以后 是不是就不会得病了 相信所有人都有这么一个美好的愿望 接种疫苗以后 人群从此就不再得病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距离这样美好的月景 还有距离 现实当中 总有一小部分人 在接种了某种疫苗以后 不产生免疫力 或者是只产生很微弱的免疫力 还有一部分人 会在某个时候发病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既有疫苗本身的原因 也有我们人体自身的原因 绝大多数疫苗接种机体 也就是人或者是动物以后 能够使得机体的免疫细胞 高度的警觉起来 从而及时的发现外来入侵者 通过这些免疫细胞的相互对话 而迅速做出反应 对入侵的维生物 进行通试消化和清除 但是任何一种疫苗的有效率 都不是百分之百 例如麻疹病毒的疫苗 在8月0接种首季的时候 有效保护率大概是85% 在18月0负重的时候 有效保护率约为95% 一种疫苗接种人群以后 可以诱导人体产生的免疫音达 并不是完全相同 不同的个体产生的免疫音达 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 例如按照操作规程 进行乙肝疫苗接种以后 多数人能够产生特性的抗体 但是所含有的抗体含量 可能会有差别 还有一部分人群 则不能够产生抗体 也就无法提供免疫保护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跟每个人的免疫状态 年龄 性别 以及是否患有某些疾病 密切相关 由于人用疫苗 直接用于人体的免疫接种 因此 疫苗的研制 生产 流通 和使用等 全过程都有一套 严格的法律规定 疫苗的生产公寓和流通环节 具有特殊性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 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面活的脊髓灰脂炎疫苗 临床试验 在1955年4月 获得成功以后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很快就批准了多家厂商 生产这种面活疫苗 在1955年4月的10天时间内 共有12万的儿童 接种了由美国卡特实验室 制备的两个批次的脊髓灰脂炎的疫苗 结果导致了4万儿童染病 其中56人终生痰瘫 而5人发生了死亡 随后的调查证实 这个事情的原因是由于疫苗制备过程中 灭活野生型病毒不够彻底 残留了少量有活性的病毒 这就是著名的卡特实验室事故 2016年3月曝光的山东疫苗世界 就是由于疫苗流通环节出现了问题 涉及到25种儿童成人用的第二类疫苗 从放于不符合冷藏要求的场所 并且以常温状态邮寄销售 到了全国的24个省市自治区 该事件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并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也暴露出了在疫苗监管方面存在诸多遗漏 因此只有切实地加强疫苗生产 流通和使用各个环节的全程监管 才能够有效地保证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 对付传染病的最好办法就是预防它 这就是疫苗的意义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